牛车水珍珠方年货市集率先开跑 周末迎来了大批访客 史密斯街一带的主要年货市场 则将在下个星期五开始营业 主办方表示九成的摊位已足出 来看记者蔡可汗的报道 珍珠方前的市集有约十个摊位 售卖装饰品年饼和古丸 史密斯街 灯婆街和宝塔街一带 则会有上百个摊位 承办年货市场的业者说 那里的摊位非常抢手 租出去大概八九十八千了 一方面也是时间比较多来可以准备 连大家也比较放心 因为不怕说被疫情控制 产品价格几乎维持 完全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是提高价钱 我觉得 在乌节路的高岛屋营货市场 大批民众挤爆会场 业者说或许是民众更重视龙年 今年的买气更上一层楼 购物中心一天下来有超过上万人光顾 也有不少探主说 由于新币强劲 不少进口的产品保持原价 或是涨价的幅度不高 往年一般过年前的几天三四天 可能会卖完 今年的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一个星期前吧 就会卖完 大概他们的消费都是在 百多两百块之内 一个家庭没有下降 我不觉得通货膨胀有多大的影响 因为以这几天的销售为来看的话 有上升的趋势 新年一次而已 如果你省 然后你就来 不要吃这个不要吃那个 就会有点 好像对自己过一步去这样 我只是觉得有些时候 它的尺寸有点小了 一点点而已 今年有超过70个品牌参展 比去年多约10个